动漫中总有一些外表上看着像个路人 实际却隐藏着巨大力量的角色 就是这种反差感的角色 总有着莫名的魅力 他们深藏不露 却总会在某些时刻突然显现出强大的实力 在粉丝还毫无准备的时候 就俘获了我们 今天大同就带大家 盘点一下这些角色 排名不分先后 第五位 烂命华 这个有着凌乱的长发身穿破烂衣服 和不修蝙蝠的乞丐 看似不起眼 但他却是玄武国第一大帮派天龙帮的掌门 玄武国高手如云 既然烂命华是第一大帮派的老大 无论怎么说他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第四位 阿拉雷 这位外形可爱 性格活泼的机器娃娃 她可是鸟山明的轻女 在龙珠的客串中 阿拉雷打爆了悟空和背极塔 更恐怖的是 她能随随便便一拳干爆地球 第三位 奇目南雄 这位有着红色头发 还带着神秘触角的高中生 看似人畜无害 实际却是二次元中最强能力者之一 奇目南雄是超能力者 能操纵心灵感应 意志力才会透视 预知 瞬间移动等等 为了避免南雄激发一些 不能使用的超能力 他头上触角般的发饰 就是专门抑制他的 第二位 隐山暴夫 这位锅盖头 外表平凡 成绩也一般 体质也较弱的中学生 看似面瘫少年 实际却拥有着非常强大的超能力 当他情感值类技术达到100%时 就会爆发 分分钟就能毁灭地球 第一位 奇遇 奇遇老师跟隐山暴夫 是同一位作者 看似都呆若目击一样 却都是最强生物 奇遇老师在超市里 看到他就是居家生活款 每天惦记着超市大减价 和大妈们拼个你死我活 但其实是真正的英雄 也是最强秃子 不管什么 妖魔鬼怪在他面前 都是一拳KO 地灵名 拳王 龙珠抄里 这个外表和说话语气 都像小孩的小矮子 却是12个宇宙的最高统治者 原本是18个宇宙的 其中的6个宇宙 因惹怒拳王 已被拳王消除 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是多么的强大 好了盘点就到这了 小伙伴 你们还知道哪些 反差大的动漫人物呢 可以留言评论区哦 最后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大同 咱们下期见